有人以为我很忙 其实我安排的工作 对在一起干完就OK了 所以我自己带 不好意思 我打个电话 我儿子 他们现在刚回到家 真的啊 像学是吧 宝贝 你OK? 有什么食物吗? 他们性格一样吗? 不一样 哥哥性格蛮好的 Lucas比较贴心 张伯之可以说是一名100分的行务卿 他关注小孩 疼惜小孩 用自身的所有青春去把小孩抚养成人 与谢霆锋离婚之后的这么多年里 张伯之的辛苦可想而知 他独自一人带上大儿子谢震轩与小儿子谢震南 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 专车接送他们念书放学 还需要独自一人承担作为单亲母亲的各类工作压力 但是这一切 张伯之都顽强地挺过来了 现如今兄弟俩也逐渐成长 大儿子谢震轩现在15岁了 二儿子谢震南12岁 都正是青春叛逆时期 张伯之说 两个孩子不是他的累赘 反而是他用青春年少换得的宝贝 短短一段话 充分反映出他对两个孩子发自肺腑的疼惜 张伯之共享与兄弟俩的合影照片 相片上谢震轩和谢震南一块亲吻妈妈的面颊 画面非常温暖幸福 以前很多人都说小儿子谢震南像貌像谢震峰 但实际上最像谢震峰的是大儿子谢震轩 曾经谢震峰也说过这个话题 谢震轩甚至有可能和爸爸妈妈一样进军娱乐圈呢 12岁的谢震南 看上去非常俊俏清秀 他还有搞怪幽默的性格 像母亲张伯之 而15岁的的谢震轩 尽管只是外露了一个侧眼 但从这一侧眼可以看得出 越发像谢震峰 张伯之性格简单直率 在谢震的新节目那就这么说中 更是毫无避讳的大呼 我想生五个 2018年12月17日 张伯之工作时微博公布的子喜讯 张伯之已于11月诞下第三子 爱称小王子 多了一个孩子之后 张伯之也就更努力工作了 张伯之真的太爱孩子们了 很多明星在结婚生子后 往往会陷入事业家庭的苦恼中 但是张伯之却能凭借一己之力 把两方面兼顾得很好 而且仿佛生孩子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乐趣了 所以我就继续伸下去了 让他们大的又生一个 大的又生一个 我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要花很多时间到小朋友那里 但可能有很多机会会错身 如果你要得到一些东西 你得要放手一些东西 但是我为了要拼命赚钱去到女演员追高峰的话 我就没有那么可爱的那三个儿子 看着他们讲的比接什么工作 我觉得比更重要 他扬言如果可以的话 要一直生下去 如果是女孩就更好了 因为一直生的是儿子 但是第一个孩子 对于张伯之来说是最特别的 因为是他第一次当妈妈 他全身心都想爱儿子 张伯之也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 去分享孩子的一些成长点 第一 两个大儿子也十分懂事 非常体谅妈妈的辛苦 在生活中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去爱妈妈 例如小弟弟的奶粉都是他们哥俩完成的 但是小儿子毕竟还小 偶尔尿床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有点小洁癖的谢震轩来说还是个禁忌 只见大儿子兄张伯之 小弟弟乱尿尿了 下秒张伯之的举动也太真实了 张伯之不慌不忙回应道 你小时候也经常尿床啊 说着还不忘拿着拖把走过来 这也太真实了吧 谢震轩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 看着他们可爱的日常生活 也在此助张伯之在未来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吧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